第2節的令世界覆卓得音樂,我是Nicky哥 還有小花,休息的時候是腐雞蛋 看到也會痛的 為什麼會這樣?你有沒有試過類似的東西? 有沒有試過,我看過別人撞歪了鼻子 撞歪了鼻子? 是整個的? 不是的,是正常的 一個男生撞到玻璃裡,然後鼻子歪了 他也是一次的,剛才我們看到JIP圖 好像不知道錯,當然 中間有很多東西可以提出的 例如,這段影片一定是假的 沒理由無緣無故捕捉一個人 可以不斷撞 我覺得有些事情不需要理會它是真還是假 這件事是提醒,當你真的看到 在你未撞之前,如果那個地方 你打算走出去,你先留意一下 有沒有玻璃? 因為玻璃這件事已經發明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玻璃是什麼 一點點題外話,但是在這件事上 你應用回去認錯那件事 當你做錯一件事的時候 如果不認錯,但反而繼續撞板 衍生出來就會像剛才那段JIP圖一樣 某程度上也是對的 但我又不會覺得有一個人 真的走過去撞一塊玻璃 那是錯的,因為他是不小心的 他是無辜的 他不是故意撞壞一塊玻璃 如果他故意撞壞別人的財產 那他是錯的 他可能只是出去不小心 只不過我們會覺得很好笑 但中間就是我剛才說的 大家出去寓意 例如剛剛上一節提到華盛頓 講多一點點 其實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發生過呢? 其實是有發生過的 但很多人都說 華盛頓當年其實是沒有斬過櫻桃樹 其實這件事也是真的 只不過呢 為什麼會用了做華盛頓呢? 因為後期…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 他是總統來的 不是美國總統 因為他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所以大家會記得 所以就會將這件事 就叫做代入他 櫻桃樹是誰呢? 根據我看的資料 是真的他爸爸的 是 但是斬開櫻桃樹 其實是另一個年輕人 不是他自己 而這件事發生 大概都是這樣發生的 這是我看到一些人這樣說的實情 因為都兩個世紀之前 所以我也不能夠證實 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的 但我也看到這件事 但是無論像剛才的影片 話信等等 也好 真假在裡面來說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但他帶出的訊息是很重要的 一個剛才就是說 我們發明了玻璃 麻煩大家走出去一些位置 看清楚是不是有玻璃 另一個就是 櫻桃樹帶出來 就是講誠實和認錯 沒錯 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重點 是的 但我覺得誠實和認錯不同 我們今天先專注在認錯 沒錯 開始之前 我和Licky哥可能叫做 夾一下鳥的時候 我也看到Licky哥找的鳥 中間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認錯這一部分 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是知錯而不認錯的話 你添了自己兩鑊 沒錯 為什麼會添了自己兩鑊 因為你做錯的那一刻 已經是自己添了自己一鑊 第二鑊的就是 你明知道自己做錯 但是都去反駁 就是叫做自辯 在心理學上有個叫做自我辯護意識 這樣的一件事 這樣的時候 就是你明知道自己做錯 但是都不選擇去承認這件事的話 其實你是將這件事不斷地承認下去 其實是添了自己兩鑊 這樣的意思 但是認錯 我要那件事 我知道錯之餘 還要它真的錯才行 那究竟 好像我第一節有提出過 對和錯是誰告訴你 是有一些 就是我們自懂性開始 或者未懂性的時候 一直都是從其他人告訴我們 你知道究竟什麼是錯 什麼是對的 所以我就是說 究竟說這件事 也有第一次 譬如 扑街這個字 也有第一個人說 我們追溯不到誰是第一個人 就是 今時今日 扑街好像算是出街的粗 但是也是粗口 是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粗口呢 扑街是動詞 扑街是動詞 我覺得是動詞 但是就是 一般人形容他 一般人 都是一個粗口 扑街 譬如我 扑街覺得沒什麼 你這個人 爛口 之類的 但是如果是我八歲 或者我五歲的時候 這樣說 有沒有問題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會覺得有問題 沒錯 為什麼 譬如我今時 可能你小時候 那些老師就會覺得 你說粗口是不對 或者不應該 因為你在讀書 你應該要專師重道 你應該要做一個乖孩子 的時候 就不可以說粗口 但是通常 到出來社會工作之後 每個人都會說粗口 對 譬如有一個學生 看見老師不舒服 一個老師 糟糕 這樣 這樣就被人罰了 那一定會被人罰 就是他只能夠 要跌倒在這裡 就不能夠說粗口 其實 兩樣東西 都是在陳述同一件事 但是 跌倒和粗口 粗口其實是會比較 潰形潰性一點 我知道 但是就是好像 心裡面有一把聲音 聽那個人 就會 很自然分了 喂 你不應該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我 帶出來的問題 對 對 對 跟錯 誰告訴你 其實沒有絕對的對 對 尤其是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一些 我們很不 叫做不喜歡的政策 其實有些都擺明是錯的東西 但是我又不會 真的很絕對 是否真的錯 在他的角度 他做到這樣 對於他來說 又是未必錯的 那麼 難道 對 跟錯 就是大部分人 覺得那件事 是正確 又是正確 是不是這樣 其實是 觀點與角度上的一些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 叫做 open question 來的 就是 沒有絕對的答案 給到大家 都是 基於每一個 不同的 situation 或者不同的情況下 你 說的人 和你聽的人 接收那時候的 一個不同的訊息 而帶出那個 那個感覺 究竟是 可能聽剛剛 剛才你說的 就是 講者 沒有心聽者 有意 那一件事 有很多時候 就是那些 對和錯的 一些情況 就會出現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今時今日 是會比較多些 真的 我會 我不會說 其實是有些混淆了 會把對和錯 是某程度上的混合 但是大家都有份 造成這件事 同時間 亦都關於時代進步了 以前 我們可能看到 有些新聞 或者我們聽到 譬如可能發生在 Licky哥身上的事情 她說了給我聽 我們 就算覺得這件事 是很值得討論 我們都沒有一個渠道 可以叫做 擺上網絡 去 叫做討論這件事 今時今日 在時代進步了 資訊發達之後 是會多了去對於 很多曾經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世事 去做一些批評 批評 這樣 譬如 簡單一點 生活化一點點 就是譬如 我 我打了一篇故事 在Instagram 之後我打錯字 或者說錯話之後 已經是疾了 之後 就被小花發現到 她是劇圖 她是劇圖 然後 就說 我說了一些錯話之後 整件事都很差 但是 我又會反駁 因為基於剛剛 我剛才有說過 心理學上的層面 就是有個叫做 自我辯護的一個心理機制 我覺得你剛剛提到的 都不是很夠實 那個例子 你說一個例子 實一點就是 這也是Lucky哥找出來的招 一件事就是 封多少錢引情 才是 對還是錯 問題大概是這樣 但是事情是怎樣 就是話說 有人結婚 然後就說 出了帖 然後 之後 是說明 要什麼 好像要什麼 什麼 喂 今時今日還給500元 人情 起碼都八九 之類 可能會還地 怎樣怎樣 這些事情 我相信 大家都 即個討論 就是聽到 尤其是 出這個帖子的人 會覺得 喂 你瘋了 你聘請別人來喝 是啊 你是聘請別人 你不是一個牌頭說 喂 我是結婚的 大家不如一起 夾錢 去搞我這個婚禮 如果真的這樣說 又真的會沒有人去 我相信 不是 你熟悉的那些會去的 即是可能親戚朋友 明白明白 即是聽下去的感覺 對 我請喝 你們來 喂 但你又說明是請喝 但別人不給也好 合情合理 因為請喝 我請你來這個地方 我不是請你吃飯 沒說不行 整件事就肉酸了 但有些事情就叫做 即是你去喝的時候 給人情的話 這個是慣的規矩 但 為何會有這個規矩 首先 我覺得你這個規矩 為何要有 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我都未見過 大家 你有去過喝的 有去過喝 但 其實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即是這麼說 從長輩 可能我媽媽那一代 都已經是 有灌輸 即是 可能你去喝 你起碼都要封500人情 以前聽的 即是 即即落落 基於這個物價通脹 由500變到800 有很多人都已經 有空 你會在Facebook 或IG 會看到有些人 在討論 那些人情功架 究竟現在去到什麼 對 即只是這件事 其實 我坦白說 都沒有對和錯 但 我也不妨 我自己 我不知道有誰 認識我的人 看過這個 即是 我也去過 不少朋友結婚 是 我是試過 封 一塊水人情 我試過三塊水 我也試過過千 是 是 那我也相信 收到那個人 不會不知道 是 是 寫名字 我當我不寫名字 我覺得很委屈 但我不寫名字 其實都大概會 記得是 誰給的 是 基本上都是 喂 這樣的時候 如果有個人 拿了我出來 去做一個 叫做 判斷 是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 丟上網 那些叫什麼 呃 是 不是 糟了 那些 公審 對 公審 還有一個公審 我真的會出去說 喂 你聘請我的 首先你熟悉我 才去聘請我 是 那你熟悉我 我真的找不到那麼多 我想恭賀你 這個真的 我只是給到那麼多 欸 我有試過 我有試過 跟朋友溝通 那時候真的守緊的時候 我有跟朋友說 我真的給不走 我不會了 我有說過 我真的給不到人情 我這期真的守緊得很厲害 然後 但是那些朋友都會跟我說 不要緊 是 都是想你過來 一起聚一下狗 這樣 然後 就不去介意 給不給人情 一件事 叫你 你照理吧 這樣 其實 譬如我剛才說 因為熟悉的 其實知道 唉 可以了 這裡長毛仔 沒什麼 沒所謂 有份開心心 飲食吃飯 這樣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 突然請我 更加 不用理會他 那些什麼不到 就要三塊 我覺得已經 本身做什麼 炸彈 人情就等於拿刀 拿沙子水來 有分別 我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其實 當然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有這件事 但是 也是因為 剛才說的事件 引發一個熱論 什麼事對 什麼事 其實中間都沒有 但對於 真的去擺放這個分別的人 對於對新人來說 他覺得合理 就是細族 我去哪一邊都是這樣 我只是說得明白 免得有什麼爭拗 就是這樣 沒有錯 大部分人 我都認為 我看到 至少在網上的公審 都是批評出Post那個人 但我也不會覺得那個人是錯的 他有他的道理 他也是說得明白 那你不來 就不要來 可能我本身的位置都沒有越來 我是扔一張貼 我批評你給不給我 其實都是一些觀點 他也沒有錯 他又真的不是玩一把刀嚇你 你是被一個 叫做 這麼久以來的 世族 嚇著 你不是被那個人嚇著你 是 我是會這樣看這件事 剛才剛才 其實我也有提及到一些心理學上的一些詞 就是那個叫做 自我辯護的這個心理機制 當一個人做錯事的時候 即是說 應用回去 譬如 你不小心弄壞了你女朋友的一些唇膏 這樣 的時候 買個咯 買個咯 生氣嗎 因為這個自我辯護的機制 其實我很想說這個心理學層面上的事情 因為基於每一個人都會 首先覺得自己是聰明 先 覺得自己是聰明 是的 首先 這個是前置 不是很蠢的 很蠢 這個前置 即是可能你現在說 我覺得自己很蠢 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他會 即是可能 在自己比較專長一點 或者比較平常一點的 一些common sense的事情上面 就覺得自己會比較聰明一點 這個是前置 每一個人都會有的 所以呢 基於這個情況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人 就會在 當自己犯錯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這個 本能的自我辯護 因為 在這個 出錯的情況下 會 你的心理上面 會出現了一個 叫做認知失調 這個認知失調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譬如剛才 你剛剛說 我不想弄壞了我女朋友的唇膏 那是不要緊 我買過 我說我買過 好像要補救回事 但我是不是真的有認錯 在我剛才說的那兩句裡面 是沒有認錯的 不是沒有認錯 而是我會形容成這樣 我現在可能已經在 已經是不認錯的狀態 已經是自我辯護 機制出現了 我是想說 我說的那兩句 中間也沒有表明 我是不認錯 同時間也沒有表明 我是認錯 我只是會說 我買回給你 嚴重自我辯護 是的 但是我怎樣去弄壞 叫做唇膏 譬如我原來 我拿你的唇膏 來 玩的 我用來畫畫的 那我買回給你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會出現 一個自我認的失調的情況 就是因為 我剛才說的那一件事 因為人 會是 首先會覺得自己是聰明 而當自己 做了一件蠢事 做了一件錯事的時候 就變成 個人跳了Fuse 我會用 我改了你的字眼 人會覺得自己是聰明 這件事 也是的 但是我會用 將聰明兩個字 變成理性 去代入去 大部分人 做的任何一件事 說的任何一件事 包括我 在場我們兩位 所有的人 都會認為 那一刻 起碼 我講得出 我做得出 一定是理智 我會這樣去 說這件事 是的 所以就會出現 在一個跳Fuse的狀態 就是因為缺乏這個認知 自我認知的 因為矛盾 先覺得自己是理智 但是真的不小心做錯了事 或者做了一件蠢事 或者測試 這樣的時候 就會因為這個認知失調 而衍生出一個自我保護機制 自我辯護機制 而去合理化了 這一件事的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 正當性 將這件事正常化 合理化 合理化了一件事 即是測試 或者蠢事的出現 而令到個人 會選擇了辯駁 而不是認錯 又或者這樣說 其實呢 會去到我們上一集 講 還是前一集 我都不可以上一集 我們講的一個 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 這件事的情況 第二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第三節回來 我們繼續認錯 好